DSE 2021 年的第十五條題目 講述了一個 Vibreter 設立了一個 Standing Wave 這款 Standing Wave 同學都知道 其實就像找一個人在上下握繩子 如果這個是 Fixed End 的話 這款 Standing Wave 便是題目表達 Standing Wave 我們會叫這裏有三個攬核 1 2 3 希望畫得比較適合 這樣它的 Frequency 其實跟這些攬核的數量很有關係 如果我們的 Frequency 由慢去上 每一個 Standing Wave 其實都有一個特定的 Frequency 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性 就是當你只有一個攬核的時候 只有一個這樣的攬核的時候 那個 Frequency 我們就叫做 Fundamental Frequency 例如這個 Case 來說是 15 Hz 當我們增加這個 Frequency 的數量的時候 當它成為兩個 Fundamental Frequency 即是由 15 變成為 30 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現在有兩個攬核 下一次再增加 Frequency 的話 到三個 Fundamental Frequency 的時候 例如到 45 的話 就有三個攬核 就像這個 Case 一樣 現在題目就是問 如果再增加 Frequency 的話 有甚麼要發生呢 那你其實都知道 如果你有 15 乘 3 就是 45 15 乘 4 就變成 60 60 的話 就有 4 個 Fundamental Frequency 在一個攬核來說 我們也有些名字 考試會考的 好 第一個 就是它畫了出來 就是叫做 LOD LOD 的地方就是 這些地方 怎樣摸都好 你會發現是不會動的 OK 好 給你看看 這個位置是永遠不會動的 而一些位置是動得很厲害 例如這個位置就是 Anti-LOD 這題目現在就問了 它的 Anti-LOD 增加了 Frequency 之後 它的 Anti-LOD 會不會上升呢 我們就看看 例如你現在有 3 個攬核 就是 由這幅圖 這幅圖 跳去下一個攬核的話 就去到 60 有時候差少少 61 這樣呢 在這個 Frequency 在這個 4 個攬核來說 我們發現 本來 Anti-LOD 有 3 個 1 2 3 因為每一個攬核 都會有 1 個 Anti-LOD 而現在變成 4 個 Anti-LOD 那時候 自然有 4 個攬核 同學都知道 如果你再增加 Frequency 變成為 5 個 Fundamental Frequency 即是說是 15 乘5 到 75 Hz 的時候 有 5 個攬核的話 應該 你會見到 3 4 5 有 5 個攬核 所以這個第一個說明是對的 好了 到第二個 它說 當你 Fulence 增加 Wave 的速度會不會增加呢 我們學過所有 Wave 的速度 都是取決於 Medium 的特性 那現在 Medium 就是一條繩 而一個波在繩的速度 其實就取決於這條公式 位列公式 DSE 就不用考 但是 Concept 你要記住 尤其是 T 的這個位置 都考了幾年了 就是跟繩的 Tension 有關係 即是這條繩 如果你拉緊一點 OK 它的速度 是會提升 這條繩 你的 Tension 越拉得越緊 那麼 你的速度 就會越快 所以很多年 DSE 都這樣考 就是把這個繩 駁下去一個 Mask 它說這個 Mask 如果越大 那就是 Tension 越大 Tension 越大的話 那麼 Wave Speed 就會越高 但是你看看這個 Case 這個 Case 其實沒有這個 Set Up 這條繩 不會除了 Frequency 增加而增加 所以沒有這個考慮 第二個 Statement 是錯 那我到第三個 Statement 當你 Fick 的時候 就自然有 Frequency 這個 Frequency 就會產生 空氣一些的波 這個 Frequency 就跟這個 Frequency 一樣 例如 如果你看回這個 Case 來說 它是 30 Hz 的 這條繩子的震動是 30 Hz 那你會令到 Sound Wave 的震動也是 30 Hz 這個是對的 這個正正就是 為何人們玩樂器的時候 你拉一條線線 你可以看一看 拉一條線線的時候 在這個 譬如 Filing 來說 它會發生什麼事 你拉完的時候 它這裡會產生一個特定的 Steading Wave 產生一個特定的 Frequency 那這條繩子 某一個特定的 Frequency 的震動 就會產生了某一個特定的 Frequency 的音 這個 Sound Wave 的 Frequency 就會跟 Steading Wave 的 Frequency 一模一樣 所以第三個是對的 好 那就是 13 個是對的 答案就是 Boy 了 好 hate 感動先巴掌 一開始 擁有